我是真的沒有想到 自己竟然還真的有被詐騙的一天 嗨嗨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是雪兔 今至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關於詐騙的故事 而這一件事情呢就差巧發生在今天 先跟大家講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首先雪兔呢 在某一日的下午我在滑在FB FB不是有非常多的廣告呢 都會穿插在你的可能文章當中啊 亦或者是在右側的小小的廣告小篇幅 所以FB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廣告置入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廣告置入到底是 詐騙 或是正常的商品販賣 雪兔之前是有在這些廣告當中有買到一些褲子 這些產品呢都如實的交到雪兔的手上 儘管品質上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貪的就是他便宜 所以品質不好也認了 至少他是商品都是正確的 而在今天這一次某日的下午 我正在逛著逛著 就看到其中一篇貼文呢 是被贊助的廣告 它上面寫著 戶外防水防刮 修身多口袋戰術褲 剛好看到這件褲子真的非常的好看 那這個褲子呢 又剛好符合雪兔想要的可能修腿啊 又有黑細皮帶的啊 顏色也很棒啊 我就點進去看了一下 裡頭呢就有許多的顏色可以去做挑選 剛好雪兔就看了一下 欸有我想要的黑色跟迷彩 他呢只能買兩件 兩件呢是998 我就想說 好吧那就買個兩件吧 兩件呢就998嘛 就直接給他開心的超商取貨 填寫完自己的手機電話號碼呢 我就下單了 下單了之後 真的沒有多久 就真的是幾天前 雪兔10月30號 這禮拜一剛下的單 取貨的時候我還講說 欸好開心喔 哇褲子這麼快就到了 拿著那個貨呢 我就這樣摸著 就這樣這個褲子 照理來講戰術褲 大家從圖片可以看到 這一個褲子其實是長褲 而且如果摺起來的話 照理來說應該有一點厚度 更何況 雪兔買的是兩件 我就拿著想說 我太薄了吧 怎麼這麼輕啊 可是 我又不想說 那麼早就去懷疑這件事情 就想說啊算了啦 回家再看一下好了 結果一打開來不得了了 映入我眼簾的是這個灰色 我看到灰色的時候 我心想 我訂的不是一件黑色 跟一件迷彩嗎 大家看一下那個 灰色跟迷彩的樣子長什麼 我訂的是一件黑色 跟一件這個迷彩 迷彩CP色 這哪一個像是其中一個的顏色 完全不像啊 我想說它不會送錯了吧 然後我就仔細看了一下 這什麼鬼花紋 然後 它後面這一件是白色的 白色的你有沒有搞錯啊 它上面的品項 給大家看一下 它上面的品項你有沒有看到嗎 休閒褲 大傻眼 第二件它給我送休閒褲 這一件至少還算是個長褲 我沒有完完全把它打開 因為我真的有點氣到 我一開始就想說 我沒那麼衰小 真的遇到那一種超商給貨 然後還亂給吧 不會這麼的衰吧 沒可能吧 會不會 這個廠商呢 是記錯了 我就看了一下 這個廠商呢 如果你真的要跟它 申請退換貨的話 你要寄信件給它 那它的信件信箱呢 就是這個 K-E-N-N-Y-Z-Y-E-3-6 我就把這個Gmail呢 給它複製起來 先寄一個信件 給這個廠商 這個廠商呢 就馬上回信給我 跟我講說 可能 應該是人機 這個應該是人機 它就寫說 可能如果你想要早點 去做這方面的業務處理的話 你就去LINE 加這個官方LINE 那我也加了 我就直接跟這個官方的人員講說 想詢問一下 被你們詐騙 該如何退款 因為我準備公告於世了 我真的是 就在一個企手上 我就沒辦法 如果遇到了這種 Seven的 這一類型的詐騙包裹 該怎麼去做處理 先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是有可以去處理的辦法 你直接打這個關鍵字 你就可以去找到 這個Seven詐騙申訴平台 點進去的話 你把你上面的 就是它這一個上面 是有貨號的 有廠商編號配送貨號啊 這些東西的 你是可以在這一個 詐騙申訴平台 給它申訴 申訴完了之後呢 你也可以再去 這個有一個物流的 這也是網購詐騙的 這個作業流程 然後它好像是會幫你 來去做退貨 雪兔呢 也是把這個包裹的號碼 所有收件能 全部都給它打打進去了 那它上面寫說 營業時間為禮拜一至禮拜五的早上 到可能下午 那登錄完之後 可能至少要三個工作天 那好死不死 今天剛好是禮拜五 所以如果真的以三個工作天 來去做計算的話 我少說也要到下禮拜 大概禮拜二左右 才有機會 這件事情有更新的進度 以現在目前的話 該去處理的管道呢 申訴呢 全部都弄弄好了 那它這邊還要寫一個詐騙包裹的切斜書 我在想 是不是真的要把這個寫一寫 然後來去報案 應該是可以去報案吧 我先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會認定它是一個詐騙 第一 因為我在查詢了這個Gmail的時候 跳出了這個搜索 這個抖音呢 它上面寫說 送來這東西 記住 K-E-N-N-Y-Z-Y-E-3-6 Gmail這帳號是個騙 有沒有覺得非常的熟悉呢 它這件事情是發生在5月21號 有點時間了 真的覺得 我應該 下次 如果要去買 這類型的網拍東西的話 它寫的那些申訴帳號 應該都要來去查詢查證一下 如果真的有人被騙 一定會有人留一些什麼東西在上頭 那剛好就是看到了 那也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個帳號呢 它不僅僅有在賣這個 該死的戰術庫 它還有賣 扎染短褲 而且你看 蠻好看的 以及什麼 春夏新款寬鬆褲 這個名字是 真的有夠長啊 還有我們的日本直遊多功能機車褲 剩下最後兩款是這個 一個寬鬆豎腳運動褲 跟我們的潮流梯 目前就是有這麼多的品項 有很多它在賣的東西 真的就剛好這個5月20就有一個人被騙了 其實現在詐騙真的蠻多的 然後我也覺得自己這件事情 我猜應該是可以退貨到啦 或者是真的可以把錢拿回來 但不能拿的話我也覺得沒關係 反正才1000塊 可是我認為 我自己1000塊錢 我覺得被騙了那倒無所謂 可是終究 不能因為只有我一個人被騙 就這樣摸摸鼻子 要把這件事情跟大家講 我就是判不慣這件事情 這次大家不要被騙啊 想要防範這件事情 FB的廣告真的不能信欸 如果你跟我講說 我一桿子打翻所有的商家 我只能講抱歉 你要不就直接去PC烘 要不呢 就去蝦皮之類的 至少你有第三方的人呢 來去保護你的資產 還可以去做申訴 這件事情如果有任何的後續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講啊 好不好 拜拜 好的 那從事發到現在 已經過了7天 而這7天呢 我一直在等待著 他們客服到底要怎樣子 跟我來去做退換活 而在這7天 我真的覺得 他們的客服超級爛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他好像壓根都不想要去處理我這個個案 他呢 一天只回覆我一次 而最後一次回覆我還是在 三天前吧 我記得最後一次的回覆是9號 所以今天是11號 這樣算起來差不多兩三天了 在這一次 他們的客服處理 從一開始我就已經先跟他們講了 想詢問你們的詐騙該如何退款 因為我已經準備要公告於世了 在跟他們初次的接觸同時 我就直接表明出 我現在超級不開心 因為我認為你們就是詐騙 而他要我附上一些快遞的單據和訊息 那我直接把那個照片拍上去給他 而這個訊息傳完的隔一天 他就跟我回說 您好 非常抱歉 因為我們員工的工作失誤給您造成了困擾 請問尺寸是否適合 不是吧 你們的商品記錯 我還要去穿看看有沒有合適嗎 正常人的反應 當你收到了不對的貨物的當下 應該就會想著把這個東西給退回去 誰會知道我拆了穿了 是不是我就要把這個商品全部買下 我不知道這樣子做會不會觸犯到這方面的問題 那我自然的就什麼東西都不動 所以我就直接回 誰敢穿啊 而隔天呢 他們又再回 實在抱歉 是我們倉庫人員的失誤呢 請問您看這樣可以嗎 您這份也收了 我們就不要求您給我們寄回來 要求 您可以轉售或贈送給朋友 剛我與主管申請了 考慮到您的情況比較特殊 這邊給您退30%可以嗎 這種商品 這樣子的商品 你要我送給我朋友 我不行 對不起我真的沒辦法 你要我去轉售嗎 要我去賣這兩件嗎 幹嘛啊 我就是要退款 請把錢還給我就好 然後重點 為什麼不能直接把這兩件收回去 為什麼不能退給我全額 30% 以千元來講 你只退給我300塊錢 我不要啊 真的 我就是要全額 我直接講 一般都是退款全部 我商品連穿 與拆封都沒有 你乾脆請物流拿回去好了 是啊 你要我負擔物流這一個錢 我也願意 60塊錢 但拜託 現在我就是想要拿回來這一筆錢而已 他呢 隔天再回覆我 實在抱歉的 確實是因為 退換貨的時間是會比較久呢 所以 您這個方案 考慮您的情況比較特殊 在這邊給你申請退款到40% 您看這樣可以接受的嗎 為何我這個叫做特殊情況 記錯這件事情 我相信一定會有這方面的失誤 這肯定的好不好 我相信這次會發生的 可是為什麼 這種事情你把它歸類為特殊 難道退款等於特殊嗎 不對吧 你要不跟我換個貨 給我換到正確的貨 不然的話 就是退款我全部把這個貨拿走 就這麼簡單而已 我這樣子 你還幫我特別申請到40%的退款 你要這樣子給我接受 好家在在當下 直接去Seven的詐騙申訴平台 就直接把這個申訴案件寫好了 並且 去了這個線上登記退貨流程級 查詢處理進度查詞的這個 衛生堂客服中心 也把所有的資訊都填填好了 而在這個受理確認到結案的時間點 真的就三天 三天馬上 11月6號他就講說已結案 預退日呢是寫11月24號 我不確定這個預退是指說 把這個東西給退掉 還是會把那一千塊錢還給我 那我要等到24號才會有這個結果 這一塊呢我會再持續的追蹤 可是以目前我現在能做到的事情 我已經盡量的去做了 會拍這部影片 也只不過是為了要跟大家來去訴說 假設你看到了那一些網站 真的就是不要碰 寧可多買一些貴個50塊100塊錢 或者是多個200塊錢也好 至少現在雪杜已經學會了這種迎頭小禮 還是不要被蒙眼好了好不好 好啦那各位觀眾朋友 我雪杜希望你會喜歡這一次的影片 也希望你可以對於這一次影片 有一點點的警覺或是認知 賣家這種東西啊 還是好好的去看吧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了 拜拜